第298集黄丰岭 2023年8月2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上一集说到啊 孙悟空威胁老者 此时呢 我们将老者开成人民都可以 这就是啊 邓小平以暴力镇压的手段 让人民不敢反对他的改革开放 那就更不敢反抗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老者就说 原来是撞头化缘的鼠嘴和尚 化缘是什么呢 就是和尚要饭 但是撞头化缘 这就改变了要饭的性质 现在的年轻人啊 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要饭了 我年轻时候还遇到过呢 要饭的来你家敲门要吃的 如果你好心肠 家里还有剩菜剩饭 你就给他 如果你啊 家里没有 或者你不想给 那么要饭的也就什么话都不说 人家自己就离开了 这是正常要饭 可是撞头要饭 这就是硬要啊 你不给 他就不走 甚至他还敢进你们家直接抢 大家懂了吧 这就不叫要饭了 这就是抢劫 撞头化缘 就是直接抢老百姓 还是啊 熟嘴和尚 熟嘴啊 那就是吃熟了 就经常干这件事 和尚代表皇帝 所以此时的孙悟空 说的不是军队 而是邓小平 这就是说 邓小平抢劫人民 这件事 他经常干 那是轻车熟路啊 你看这个时候 孙悟空说啊 你儿子便是熟嘴 看到了吗 看到这里啊 真是逗死我了 其实这句话开始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啊 只要我一写文案 我就全知道了 就是这么神奇 这就是师傅全告诉我了 你儿子才是熟嘴 这句话前面说了啊 此时孙悟空就是邓小平 那么你记得邓小平那句名言吧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是邓小平为英国裴格曼出版公司 出版的邓小平的文集 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 也是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肺腑之眼 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是真挚 深沉 博大的 不仅表现在他作为领袖 治国理政的大思路 大战略 大举措中 也表现在他作为一个 普通共产党员的情怀中 在深入退休工人家庭时 他非常亲切地说 你们生活好 我就高兴 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 他分别以一位老党员 和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 向希望工程捐赠3000元和2000元人民币 事情披露后成为佳话 其实邓小平的捐赠还有很多 看到了吧 这里啊 神仙就是充满鄙视和厌恶的 嘲笑着邓小平 你儿子便是鼠嘴 说的就是邓小平欺骗人民 他管人民叫爹啊 但是他绝对是个不孝子孙 你看后面那句话 孙悟空说 我只是啊 因为你啊 我只是因为啊 跟着师父走路辛苦 我才跟你说这些话 否则我还懒得说话呢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因为邓小平继承的这个国家 是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 而新中国呢 是毛主席的共产党打下的江山 这个新中国和慈禧太后的满清 和蒋介石的民国有本质不同 因为是人民当家做主人 如果是在满清和民国 那么邓小平根本不需要说话 他直接就开抢了 只是因为此时的新中国 是共产党来领导 那么邓小平说自己啊 他是一个老的共产党员 那他不能说自己是老的国民党啊 他不能说自己是老的满族人呢 所以啊 他要抢劫人民 就必须多说几句谎言 如果放在满清和民国 那他都不会说一句话 这就是说呀 如果邓小平是满清民国的邓小平 那还编造什么改革开放的谎言呀 直接卖国就可以了 疯狂抢人民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理解不了这个 那你看看这个视频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怎么 你这不是卖的吗 卖的也得问个家 什么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 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家 看到了吧 这个是经典电影《小兵张嘎》里面的片段 这个吃西瓜的胖子就是日本翻译官 就是汉奸 而你看他的形象是不是很像猪八戒 这就是邓小平 西瓜就是国家财富 是人民的财产 你看啊 胖翻译 吃西瓜问价格吗 根本不问 他拿起来就吃 他就没准备给钱 他不但吃西瓜不给钱 就是啊 他在城里吃馆子也不给钱 而这就是孙悟空懒得说话的精准写照 那么你看 这时候老者就说了啊 幸亏你还辛苦 还不懒说话 如果你真懒得说话 那就是直接杀我了 这就是啊 邓小平幸亏啊 他还要欺骗人民 因为当时的人民啊 还不好惹呀 人民在被毛主席教育了几十年之后 那时候的人民可不是满清末年的中国人 那个时候 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 如果邓小平明着卖国 人民就要造反了 因此呢 邓小平必须先欺骗人民 麻痹人民的思想 混乱整个社会的思想 这就是七八十年代 文联作协养的那些文学汉奸开始发力了 他们弄出来伤痕文学 疯狂贬低文化大革命 贬低上山下乡 进而到了九十年代 他们就疯狂贬低 那十年还不够了 因为九十年代 中国社会上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文联作协 以及整个宣传机器 他们必须开动起来啊 他们要连前三十年 就是整个毛主席时代 都要疯狂贬低 只有把毛主席伟大建设的三十年 说成是人间地狱 那么邓小平时代 那个 你这个只是两极分化呀 起码不是地狱呀 它才显得不那么坏 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有一个错误印象 觉得新中国前三十年 我们没有什么发展 你又没有经历那个时代 你怎么能有这个印象呢 这就是邓小平 完全控制的宣传部门 疯狂给你洗脑的结果 而其中具体的人 我就说思想领域 还就说大家都知道的 那就是著名作家呀 什么铁宁啊 甲平发呀 于华呀 莫言啊 就这些人 拍电影的这帮人呢 就是张艺谋啊 冯小刚啊 甲张柯呀 这帮人 演员呢 就是葛优啊 巩俐啊 就是他们 就是这帮人 他们疯狂诋毁毛主席的新中国时代 就那前三十年 所以他们这帮人啊 都是汉奸卖国贼 此时老者就说 既然你有这样的手段 西方也还去得 那什么样的手段呢 这里就是两个手段 一个是暴力镇压 一个是疯狂欺骗 懂了吧 那么你这么牛逼啊 人民也无法反抗了 所以西方就能去了 就是全盘西化 可以推行了 那你们就进屋吧 毛涉 此时就代表了新中国 进屋 就是代表西方思想进来了 或者说 邓小平主导的对外出卖 对那瓜分也就开始了 这个时候唐僧出面 唐僧也是邓小平 他说多谢呀 你让我进屋 可是啊 我们不是一个 我们是一行三众 这个地方就比较有趣了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一行三众代表了十三 这就是贞观十三年 也就是十三大 就是1987年 这代表了政治体制改革元年 代表了对外出卖利益的开始 因此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就更加明白前面情节的表写了 前面写的是对内瓜分 这就是胖翻一关 抢西瓜不给钱 这就是孙悟空撞头化缘 那个时候人民不知道 邓小平还要卖国呀 人民以为呀 邓小平只是啊 自己贪婪点 那么贪就贪点吧 你贪钱 我们让你贪钱了 只要你让人民的生活好点 那也算可以 就算我们养着你 可是这个时候 邓小平等于是初步麻痹了人民的思想 他此时才露出真正的邪恶嘴脸 他可不是自己贪那么简单 他真正的卖标 目标啊 是要卖国呀 因此老人说 那些人在哪啊 孙悟空就指给老人看 你看那不是在绿音下吗 那就是说满清又来了 老人就一下就吓坏了 他说关门关门 这就是说人民发现啊 邓小平最终目标是要卖国 所以想关上卖国的大门 但是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关得上门呢 孙悟空一把扯住老人 这就是说军队镇压 这个时候 我写文案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个老人 这个时候是谁呢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啊 这是文案里面有的 后来我写的 后面我知道的 这个老人 这个时候就是江主席 这个江主席发现 或者说早就知道邓小平卖国 他要关门 可是孙悟空拉住了他 孙悟空是谁啊 孙悟空是邓小平手下的军队 军队就等于是制止了 或者说控制了江主席 不让他关这个门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老人就只能战战兢兢的说 你们一个比一个丑 这是说的谁啊 孙悟空代表了邓小平 那么此时的猪八戒 就是夺射后的邓小平二世 这就是说邓小平二世 比邓小平一世更加邪恶 卖国更彻底 那不就是三年疫情吗 他要直接搞死全国人民 此时猪八戒出现了 他说呀 我们虽然很丑 但是都有用 这就是对西方邪神来说 邓小平一世和邓小平二世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时候唐僧他们进屋了 进屋了吗 还没有 他们还在门口吵闹 就在这个时间点 难免来了两个少年人 我这时候直接说了吧 这两个少年人 一个是习主席 一个是林彪 带着一个老妈妈 老妈妈呀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三四个小男女啊 三四一十二 这是说的2012年十八大 小男女啊 这代表了当时年轻的中国人 你理解为觉醒的革命者也可以 因为2012年 你说那个时候的革命者 肯定力量还非常弱 所以叫小男女 同时呢 男女合在一起 是男子女子 加一起呢 是一个好字 这就是说2012年十八大之后 中国开始变好 但是那个时间段 不能啊 不可能是大好 只能是小好 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小男女 这个故事啊 我最早讲西游记时候就解读过啊 可是到了现在 你看故事内涵完全不一样了 同样的故事情节 同样的人物 内容完全不同 你别的不看 你就看这个写作手法 如果不是神仙写下的文字 谁能达到这个高度 凡人根本不可能啊 这就是神仙高度 所以西游记只能是神仙写的 此时你看啊 原文写道 他看见 而不是他们看见 此时的他 就又代表了习主席一个人了 看到了吧 这是单数不是负数 他看到一匹白马 一旦行李 这就是说2012年 习主席就是东方路线 也就是拿到了最高权力 可是呢 在门首喧哗 这就是说啊 东方路线 西方路线 还有权力斗争 在一刻 在这一刻啊 是非常激烈的 一切还没有到了分胜负的时候 所以呢 他们就一拥而上 问唐僧他们在做什么 这就是说的当时的高层斗争 此时你看啊 是猪八戒先开口 而不是孙悟空和唐僧 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猪八戒代表邓小平二世 孙悟空代表军队 唐僧代表邓小平一世 在这个场景中 你清楚定位到2012年 那么邓小平这个时候 他死了呀 他自然不能说话 孙悟空是军队 他也不能说话 这个时候能说话的 或者说真正够资格说话的 或者说应该先出来说话的 可不就是邓小平二世吗 所以是猪八戒先说话 他耳朵摆了摆 嘴巴伸了伸 耳朵 他这个听声音的呀 这代表了他接受了西方指令 或者说他接受了西方邪身指令 也一样 嘴巴代表宣传 这就是邓小平在西方的指导下 开始大力宣传反对习主席 所以啊 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 这个手段啊 他们用的非常纯属 你看当时他们怎么抹黑江主席的 那后来到了十八大 或者之前或者之后 他们就这样抹黑习主席 是一样的 这时候唐僧说呀 我们不是坏人 这个是情节需要 或者你说 唐僧装好人 也可以 接下来是老人才出门 搀扶起老妈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人代表人民 或者人民中的老革命 这个时候啊 是我以前写的文案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老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老人是江主席 老革命搀扶起老妈妈 就是江主席啊 支持了党 扶持了这个党 这个党啊是特指习主席的共产党 可不是邓小平的共产党 这时候是说2012年左右 我觉得更说的更像是2012年之前 十八大之前那段时期的高层斗争 这一直延续到江主席时代啊 你看最后那句话 那个妈妈扯着老儿 两个少年领着小儿女进去了 这一刻才是准确的指出 十八大那个时间节点 老人搀扶老妈妈 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啊 这个老人在这一刻就是江主席 是江主席挽救了党 而两个少年领着儿女进去 这就是说习主席来到了十八大了 然后呢中国才慢慢变好 大家懂了吧 这一段啊 真是啊差不多全是师父告诉我的 我自己真看不懂这么多内容 对了啊 我还忘了解释两个关键词语 赤脚啊就是红色路线 这是直接说明习主席是走红色路线 而插秧呢这个代表了当年啊 那个上山下乡的时代 习主席的青年时代 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他可不是城里享福的红二代 他是和人民一起劳动的 他是人民中的一员 这是说习主席革命思想的来源 在于和人民融为一体 他就是人民中的一员 好了这段情节我就全讲明白了 我们继续向下看 唐僧进了屋 你看他坐在哪里啊 是坐在竹床上 这个竹床我前面解释了 代表历史 此时呢 我们可以具体点说啊 就这个竹床 它代表了宣传部门 我们就这么说吧 现在说的是啊 十八大时候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 宣传部门被唐僧拿着 也就是邓小平一世 他的人马还在控制整个宣传部门 尤其是互联网领域 唐僧说你把他们吓得七损八伤 这个就是说的 1978年的包产盗户 现在的年轻人 不知道包产盗户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就最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坚决反对包产盗户 那个邓小平早就提出包产盗户了 但是他在毛主席时代就提出来了啊 可是毛主席坚决反对 毛主席说了 包产盗户搞了几千年了 现在你邓小平还要搞吗 因为在新中国之前 一直就是这个土地是私人的 所以这就是包产盗户嘛 那个包产盗户是什么意思呢 在新中国时期啊 就是分田单干 这就是培养私心 而大家要明白一点 在包产盗户之前 新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小单位 它是生产队 就是一个村子 我们假设就一个生产队吧 那么这个村子的所有土地 就属于全体村民 属于生产队 而并不是说呀 这块土地中的哪一块属于你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生产队代表了工薪 大家懂了吧 毛主席时代 我们算三十年 那么就是这三十年来啊 人民都已经习惯了工薪 而邓小平呢 他在1978年 他突然提出来啊 工薪啊 咱们不要了 咱们都改自私自利吧 那么人民当然接受不了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高层 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们自然就被吓得 七损八伤了 如果你年轻 你是理解不了这个的 你觉得那些事距离你太遥远了 那我直接给你一个最容易让你理解的例子 我的视频指名道姓说 邓小平是汉奸卖国贼 但是这是我的视频 它是私下流传的 可是假如啊 如果有一天 中央发了一个文件 文件中直接说了 邓小平 胡锦涛 就是汉奸卖国贼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 他们都是美国间谍 那么这个中央文件一出 你想一下啊 你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被吓得要死啊 对吧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包产盗户那个时代 所以你不清楚 人民当时受到的惊吓 所以你就以我这个例子 你想一下 当中央宣布 他们都是汉奸卖国贼 和美国间谍的时候 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惊吓 那就是一模一样 这就是路线大掉头啊 你明白了这个 你再看唐僧这句话 他说呀 你们弄一个七损八伤 这就是包产盗户 这是替我造罪呢 这就是说 邓小平完全知道 包产盗户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但是他还坚持做 这就是说呀 他没有被任何人欺骗 他是主动犯罪呀 所以他罪该万死 然后猪八戒说 我跟了师父 我就俊俏许多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呀 猪八戒呀 代表了邓小平一世 以及代表那个 整个的卖国集团 他们本身是丑陋的 关键他们自己也知道 可是为什么跟了师父 就变俊俏了呢 这是因为 你要看唐僧坐在哪里 他坐在竹床上 竹床代表了宣传部门 也代表了 盖棺定论 那个历史啊 历史不就是盖棺定论吗 就是深厚的评价呀 他们这帮人 完全掌握了宣传部门 所以他们就颠倒黑白的 一通涂抹 于是猪八戒 这帮汉奸卖国贼 就不但不是卖国贼了 他们反而成为了 改革开放伟大设计师了 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了 他们的抢劫国家财富 抢夺人民劳动果实啊 反倒变成了 勤劳致富的模范带头人 这就是猪八戒变俊俏了 其实这个都不算什么 你别说猪八戒模样变俊俏了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下 那个瘫痪的人都能剑步如飞 这真是人间奇迹呀 我上一集呢 举了张海迪的例子 当时我没有详细介绍 因为我也不了解张海迪的近况 可是这一集啊 我必须多说张海迪两句 这个张海迪啊 是邓小平时代 树立起来的一个模范 她不但是残疾人 还是下半身完全瘫痪 她只能依靠轮椅行走的 这么一个年轻的残疾女性 她身残至尖啊 她就是啊 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的代言人 轮椅哥吗 邓朴方就是轮椅哥呀 那张海迪呢 她就是轮椅姐呀 这一哥一姐呀 可是今天就有朋友告诉我 他看了我的视频就说呀 这个张海迪 这个残疾人 现在不但能翘着二郎腿呀 他还能站起来了 他和大家一起喝酒啊 我就真的服了啊 这个真的是啊 人间奇迹呀 张海迪啊 瘫痪了几十年了 甚至一辈子啊 结果在人民看不到他的时候 甚至遗忘了他的时候 他竟然啊 不但能在轮椅上翘着二郎腿 甚至他还能站起来陪酒了 我真是对邓小平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就是神医啊 改革开放啊 创造了无数奇迹啊 那个摊子都能站起来了 那显然不过是邓小平的小小的一个手段之一 人家创造出来瘫痪的张海迪 就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 敬酒的照片我就不贴了啊 那个实在过于惊悚 我都不敢相信 但是二郎腿翘着可是很清楚的 所以啊 在邓小平完全控制宣传部门的时代 任何奇迹那都是可以发生的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猪八戒还说 如果像在高老庄时代 那么我们经常就吓死二三十个人 这个高老庄是高级元老的意思 那么其实这里说的是邓小平一世的时代 那个时候他靠宣传就能杀人 二三十人 这个我认为是说到了2023年 因为这个时候邓小平逐渐失去了宣传部门这个地盘了 所以他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 以舆论杀人了 当然啊 这个地方 你理解为邓小平时代 的确通过舆论宣传杀了二三十个高级领导人 那也可以 因为我对那个时代不了解 所以我就不清楚这里 说的是谁了 这个杀呀 如果你不理解 那你就想一下 网报这个词就懂了 这就是舆论杀人 舆论的确是能杀人的 此时孙悟空说 呆子 不要乱说 你把你的丑都收起来 此时的孙悟空就代表了军队 但是却不是邓小平的军队 而是十八大之后 重新纯洁起来的军队 这就是军队开始约束 邪恶宣传部门的权力了 这时候你看 唐僧说的话 他说 相貌是天生的 无法改变 这就是代表了啊 邓小平的反抗 而孙悟空坚持 他说啊 猪八戒 你把耳朵嘴巴都藏起来 别动 这就是收拾猪八戒 这个地方啊 我还不如说 孙悟空就是林彪 更直接 林彪代表军队 这就是林彪对邓小平说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老实本分 别添乱 那么我就教你 怎么老实本分 大家懂了吧 那你看 猪八戒真的就照办了 这就是邓小平集团 尤其是邓小平二世 这个集团 不得不收敛一些 但是他立于左右 就是他没有退场啊 此时呢 孙悟空将行李拿进来 白马拴好了 你看啊 行李代表皇帝政 那么皇帝政是谁拿的呢 拿到的呢 是孙悟空 是军队 是林彪 看到了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可是毛主席的名言 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 才能把握好政权 这点啊 对所有人都不例外 毛主席 习主席 是这样 那么邓小平 周恩来也是如此 因此呢 周恩来才害死了林彪啊 这就是除去了毛主席的枪杆子 但是啊 周恩来 邓小平 他们万万想不到 林彪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啊 就收拾了他们 这真是啊 这真的是谁先手段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是个凡人 我只是按照西游记里面写的 完整的将意思传递给大家 那么这个时候 习主席拿到了皇帝证了 那白马也拴好了 就是东方路线出现了 大家懂了吧 此时 你看那个老人 让一个少年拿一个板盘 拖着拖着啊 三杯清茶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说啊 你看看现在有几个人 郎僧 孙武功 猪八戒 这是三个吧 但是你想一下 你家里来客人 你给客人端茶 难道你不给自己一杯吗 显然这不是代客之道啊 你自己都不喝 客人怎么喝 因此这个地方 显然少了一杯茶 所以这个地方不合理 因此这就是作者特意写的 这是点出时间点 一和三 就是十三 代表了十三大 也就是啊 还是啊 1987年这个特殊时间点 那么此时你看啊 这个盘子也特别神奇 它叫板盘 整本西游记中 这两字就出现在这里一次 你想一下啊 我以前所有视频 都没有出现这两个字 以前呢 都是说什么红七单盘 对吧 最少也是单盘 或者盘子 那么这个地方 特意说了板盘 这就是大有深意 这俩字啊 是搬盘的意思 就是搬回一局 大家没问了吧 此时你看啊 老人说自己61岁 看到了吗 这个老人就是江主席 江主席是1926年生人 那么到了1987年 他恰好是61岁 看到了吧 神仙在这里 用这个明确无误的数字 直接告诉你 是江主席 在中国危及存亡的关头 差一步就亡国了 他给搬盘了 而搬盘呢 还不是翻盘 如果是翻盘 那就是彻底打败了邓小平 那也就没有后面 胡锦涛时代的 继续疯狂卖国了 江主席在那个时间 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他搬盘了 就是他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党 让革命火种啊 能延续下去 如果没有江主席 那么胡锦涛时代 中国直接就亡国了 所以呢 神仙在这个地方 又是再一次 为大家指出了江主席 对国家 对人民 对党的巨大贡献 那么江主席 为什么不能翻盘呢 因为你看啊 这里啊 他说了 他姓王 王啊 就是王爷 而不是皇上 就是说 江主席这一刻 权力不够大 大家明白了吗 在1987年呀 江主席此时 刚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是在 中共十三届 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在前一年 就是1986年 江主席还只是上海市市长 你看 这个时间点 这个王子 多么精准的概括了 当时江主席的政治地位 江主席说呢 我有两个小儿 三个小孙 这个时候 你按照我前面理解的 两个年轻人 代表习主席林彪 三个小孙 代表年轻革命者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是这个时刻啊 这个地方 更代表了时间 这就是23 也就是2023年 这就是说 到了2023年 就不是翻盘了 而是彻底翻盘 所以这就叫做 花甲重相逢 重相逢啊 就是说 毛主席时代的路线 和习主席时代的路线 是同一个路线 所以重相逢 而这个时间 在18大还不行 要到20大 或者说2023年才可以 这就是重相逢 又或者呢 这里还有一个解释 毛主席是1893年生人 那么一个花甲 就是60年 1893加60是1953年 这个时候 是抗美援朝战争 刚刚结束 毛主席开始建设新中国 那么习主席呢 是1953年生人 加一个花甲 是2013年 是18大 我们可以说 习主席从这个时候 才开始重新建设中国 因此 你从这个时间来思考 就是毛主席 齐主席 都是从60岁 才真正有权利 建设我们的国家 这也是花甲重相逢 这时候你再看啊 唐僧三人坐在哪里啊 他们是一张啊 有窟窿 无漆水的旧桌 两条破头折角的凳子 在天井中 窟窿 是国家财富都没了 窟窿吗 很好理解啊 一个人家里欠债了 有时候会说 有窟窿了 无漆水呢 这个漆啊 显然应该是红色 代表红色中国 现在都没了 那就是说 邓小平时代 毛主席的红色中国 被邓小平糟蹋的 没有了半点红色了 那么露出来的 就是木头的原色 而木头本来是树木 那就是绿色 再动了吧 这代表满清又来了 两头破呢 这就是说 一边对内瓜分 一边对外输送 就是这么两头 那搞得国破家亡 头折角呢 这就是说啊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他们这些最高领导人 都是美国西方的间谍 他们在执行 美国西方的命令 所以中国根本没有 自己的头领 也就是说 高层都是卖国贼 那自然中国就没有了 鸡脚 就对敌人 没有半点威胁了 天井中 这就是说 这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 人民都看到了 邓小平和他的卖国路线 就再也藏不住了 这一段真的是 都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其实我一开始呢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最终呢 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我的解读呢 绝对准确 而且是唯一正确 因为这都是啊 西游记的作者 神仙 神功报 直接告诉我的 其实现在大家 也更能深刻明白 人曹官的含义了 作为人曹官 我并不是神仙 我连半仙都不算 我就是一个 非常平凡的 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如果 神仙不能控制我的 言语文字 那我作为凡人 我必然会犯错呀 而神仙是不能允许 人曹官犯错的 因为人曹官最重要的使命 是传达神仙的旨意 如果我老说错 那么我还怎么履行我的执着呀 因此啊 我说的话 我做的事 必然有神仙直接控制 所以我才敢说 我的解读是唯一正确 而且没有错误 大家懂了吧 所以呢 我才能在完全不懂 这段文字写的是什么情况下 最终完美解读出来 接下来呢 唐僧就问老者 为什么你说去西天取经困难呢 老者就说呀 我们这个地方 向西三十里有个大山 叫做八百里黄蜂岭 山中有妖怪 这个时候 时间是1987年 那么向西去 就是向历史上游走三十年 就来到了1957年 而八百里 在西游记中 代表了阻挡的意思 就是阻挡取经人前进 是阻挡汉奸卖国贼 取来西方邪精 因此 你在这个高度 你看1957年 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整风运动啊 你看啊 前面有延安整风 那个就是针对陈云 在战争时期的卖国行动 西路军都死绝了 那么你得给个交代吧 你要交代你的罪行啊 而新中国时期 在1957年 毛主席又发动了一次整风运动 现在的人民 在邓小平几十年的删除 篡改 混乱 各种历史事实和历史档案的情况下 已经很难找到当时的具体细节了 因此呢 人民就不了解 那个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 思想的混乱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时刻 神仙直接给你提炼出来本质 这就是说 在1957年 满清派就要请回来满清 就要改革开放了 那就是要对内瓜分财产 对外输送利益 这股势力已经发展到如此巨大的地步 以至于毛主席不得不开展了整风运动 你就看这个人民日报啊 写了 就是要组织力量 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右派就是汉奸卖国贼 他们的诉求是 轮流作庄 也就是 他们要毛主席的共产党 让位给汉奸卖国贼 他们好继续和满清民国一样 继续卖国 而关键是啊 你看到现在 最可怕的是 你从1987年开始算 你向后面加30年 这恰好就是2017年 而2017年就是十九大 看到了吗 十九大 他们就在逼迫习主席下台 然后那不就是扣元外两个 胡人儿子要接班吗 这就是胡锦涛安排好了 两个接班人 一个要当总书记 一个要当总理 这其中一个 我怀疑就是周恩来夺赦的 如果他们上来 那国家就真完蛋了 神仙都挡不住 九转灵魂的进攻 你说人民还有活路吗 那我们就都变成人参果了 幸亏呢 习主席取得了决定性的 完全的伟大的胜利 那两个胡人儿子没上来 你看啊 神仙给我们揭露了一个 多么可怕的历史和现实啊 你看看 在这个地方 就是神仙给我们点出来 1957年的 毛主席发动的整风运动 本质就是收拾汉奸卖国贼 当时这帮汉奸卖国贼 就要改革开放了 就要对内瓜分 对外出卖了 而到了2017年 他们又来一变呢 我就真是服了呀 历史啊 真的就是如此简单粗暴的复制啊 如果神仙没有给人民揭示这一切 那么人民 你能知道 2017年的中国 就是1957年的中国吗 你根本不知道啊 哎呦 我想起这点 我突然又明白了 那个花甲重相逢 一花甲就是60年嘛 这就是1957年到2017年 啊 这又60年 他们又重相逢了 就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 和2017年那件事 他们重逢在一起了 那么你想一下啊 1957年是什么呀 就是1957年之后是什么呀 就是1959年 刘兆奇上台 然后呢 然后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了 那个就是大量的中国人被饿死 制成了人参果啊 所以啊 如果2017年的19大 习主席没有取得胜利 那么接下来不过三五年 中国就面临巨大的灾荒 很多人就要被饿死了 说到这里 我又明白了这个温铁军的重要性了 我以前说 就这个人 这个汉奸啊 他在制造流民 制造李自成 那个我说的是本质 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表面 而表面是看起来更加可怕 那就是啊 温铁军的一套计划 如果通过 那么人民就马上面临三年 自然灾害 就没粮食了 就饿死了 然后才有了流民遍地 这个温铁军呢 不愧是去杜克大学进修过 果然他负担起了 七方携身安排的重要使命 我就真无语了啊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温铁军 他什么时候进去 他们就是照着邓小平 刘少奇 在1959年搞出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 要再来一遍呢 而且这个时候 就现在啊 邓小平可还活着呢 他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他更加轻车熟路 他一定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民 饿死 就这帮老汉奸呢 真是气死我了 现在我就突然更加明白 习主席说的 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这个深刻含义了 只有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端在人民手中 我们才能避免 汉奸制造人为的粮食大量短缺 进而引起饥荒 进而就大量饿死人 进而呢 那就是造反了 而这就是黄丰岭的真正含义 黄丰岭啊 就是皇上封锁了卖国道路 也就是说 习主席早就知道 这帮孙子要如何作恶 所以他早早封锁了他们的作恶局道 让他们的邪恶计划根本不能执行 因此 人民现在呀 还能吃饱喝足 大家还能看到我的视频 而不是鸡肠鹿鹿 甚至有人被饿死 这就是再一次的啊 善战者吴赫赫之功 这就是习主席的伟大功绩 这一集 这个地方 也是神仙再次让人民 明白了习主席的伟大 如果没有这个视频 大家谁能知道 我们差点被邓小平的邪恶计划 弄到饿死几千万人呢 谁知道 我们差点就要被他们弄到 亡国灭种呢 真是不敢回头细想啊 幸亏有习主席啊 这真的是啊 因为这一集就是 我很多没有想到的地方 这等于就是师父直接告诉我 这种情况就好像什么呢 其实大家不理解啊 这就好像啊 我和大家是同一时间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好像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是和大家一样的震惊啊 和难以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也就没有办法再说下面情节了 我也需要缓和自己的情绪 那么所以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